各位观众今天大盘再创颇段新高 请各位看看被动元件的龙头2327国具 来我们打给你看一下2327 看到了没 那你看一下有没有创新高啊 有 好今天来帮你正式解盘 今天是2021年6月15号星期二 哎呀过完端午连续假期了 我相信大家这几天都闷在家里面闷疯了 不过还是请各位多多配合政府的政策 还要在家里多待几天不要乱跑 不过在这个地方 那王瞳还是要再深强调一下 一定要多感谢我们的医护人员 我们的警销人员 帮我们做了防疫的第一线 再度对他们至上无限的敬意 谢谢这些防疫人员 我们现在开始看一下今天盘式 今天盘呢 收最高 创新高 来到17371点 我们现在开始看一下 今天有个新闻议题 我先跟各位讲一下啊 拜登啊现在开始更硬了 更硬起来了 美中关系将走向激烈对抗 企业被迫选边站 我想这几天大家都看到这一方面的讯息 很多了很多 那王瞳啊在这边必须要告诉各位啊 全世界都在选边站 但是台湾不需要选边站 而是台湾很多人在选我们 所以这个前提请各位先搞清楚 现在大家心里面有讲哎呀我们台湾是不是要选边站 我们台湾不需要选边站 我们台湾是每一个人手上都要抢的一张王牌 这个前提请你先分清楚 不要再受到那些不良讯息的干扰 胡说八道了 我们要选边的 要亲美还是要亲中的 我们根本不用选 你要自动都会来找我们 好了 现在大家开始看一下啊 这几天 尤其是上礼拜五 王瞳有送了各位一份 十全十美的金美资料一份 就是十全十美赚标股的金美资料一份 今天还是一样给你开放索取资讯专线 026630321 026630321 我想啊 你们有拿到这份资料的人 心里面应该都有谱 我在这里先讲 这几天就是今天以前 王瞳这份资料来索取的人 已经超过一千人以上 那这些拿到资料的人 而且这些都是新朋友 你们拿到资料的人 今天盘都验证给你看了 不是说是我放马后炮 你们都看到盘的表现了 你也看到王瞳手中写的那些资料 里面的一些个股的表现 你都看到了 而且我再三强调一句话 这一次我虽然是选了十档个股 但是每一档个股里面的内容说明很重要 请你仔细的看 里面有很多档隐藏版的好股票 通通验证了 已经今天就验证了 那你说明天我告诉你 王瞳资料里面的个股 明天一样是两个字 续涨 我直接讲给你听就好了 你要怎么买 看你自己了 你如果真的不会买 跟上王瞳脚步 你如果要说自己去买 那我告诉你 我给你那些资料 你涉飞标都可以买 这样够清楚了吧 所以今天呢 还是一样 再度开放一天 免费赠送给各位 好 我们来开始看啊 看这个盘 这是6月10号 礼拜四 等到193点 6月9号那一天 6月9号那一天了 王瞳讲 水先不开花 还记得吗 记得 那水先不开花 代表什么意思呢 装蒜 装蒜 就是说盘在甲死 现在你们各位都看清楚了吧 都看懂了吧 对 到今天你看懂了 问题是6月9号那一天 你看懂了没有 没有 等到6月10号你看到没有 我告诉你 开花咯 干什么 强嘎空 开花咯 开花咯 你们不是成功的讲吗 我要早知道 王瞳天天给你早知道 哪一天没给你早知道 再来看6月10号公开讲 事先预告 事后验证 我不放马后炮的 已经不用讲那些废话了 那看6月11号礼拜五 涨到54点 我涨到54点的这一天 我说是观望盘 为什么观望盘呢 因为节前嘛 节前大家都比较有点担心 所以呢买盘会缩手 但是呢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该卖的都卖了 每一次都是炉死 那现在大家都等到低点要进场 结果今天呢很抱歉 没有低点给你 你要买你就去买高价 今天摆面给你看了嘛 那结果呢6月11号礼拜五 我也不太愿意解盘 我只讲假期愉快 对不对 假期愉快 今天的表现也看到了 但是呢我在这个地方 我也讲了一句话 我说啊 礼拜一放假 就昨天嘛 礼拜二 盘不会叉的 我就这样子讲这一句话给你听 现在都验证了吧 所以话讲回来 你需要每天分析来分析去吗 每天KD啦 RS啦 研究半天 有什么用 有屁用 我直接讲不客气的话就这样子嘛 那些都在low car在玩的东西 你们还要相信 那那些老师们每天要解盘都讲 你看KD啦 如何啦 RS在低档啦 MHD在高档啦 讲的给你听 给你听以后 请问明天呢 不知道 现在都已经啊 网路里面有些人呢 在讨论到王瞳 觉得说王瞳很奇怪 讲盘从来不讲技术方面的东西 从来不讲 对 但是王瞳每次都讲结论给你们听 而且每次讲每次对 这就是很奇怪的地方 开始来探讨王瞳怎么看盘的 我告诉你 王瞳怎么看盘的功力 三十几年的功力 不是一朝一夕可以传达给你的 你也学不会 我是讲实话给你听 重点是你要的是明天 你要的是后天 而不是要过去 现在来开始看一下 今天早上王瞳的盘讯 给你看清楚哦 9点18分 9点18分 6月15号 9点18分 大盘以上场66点开出 今天盘是高盘开出 还会走高创短高 会冲过17350点 然后我看 你看看 今天高点在哪里 17371 收盘也就收到最高点 17371 有没有冲过17350 有没有冲过17350 有吗 对不对 然后盘中逢回均可进 主流在电子 今天还是盘间走势 金金掌格局会收红 哇 300分 不是200分 300分 看到了没有 王瞳给你看的 这是大盘的走势 个股的走势是 比较不太一样 当然个股有的会涨停 有的会跌停 有的涨多 有的会跌少 这不一定 重点是大盘 很多人拿了我的大盘 他们自己就会去玩奇货 这就是王瞳要赞山强调的话 请问一下这种讯息 有没有让你赚钱 有吗 很明白摆在眼前就让你赚钱了 好了 今天我们来看看 今天的盘 今天盘我也不知道要讲什么了 盘面上表现很亮丽的族群就是什么 滴润 你都看到了 对不对 还有呢 3260 你看看 威刚 哎呦 威刚今天也上去了 默默的上去了 再看 3006 金奥科 你自己看看 金奥科也是默默的上去的 相对的这张张走的慢一点 但是你看4967 还有十全 走的比较快一点 今天创新高了 最高来到65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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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看到没有 好再看 827 叫什么 羽瞻 你自己看看 根本下不来啊 哎呀 现在你看到这些个股以后 你都知道了 这个什么族群呢 低论 那么再说 2327 国巨 好 国巨你看一下 好 你再看2492 华兴科 你自己看看 再看3026 和声堂 你自己看看 再看2456 其立心 动得慢一点 不要骑上 因为龙头动了 龙二 龙三 龙四 龙五 龙六 都跟得上去了 那么今天的盘最终要告诉你什么话 这叫做强嘎盘 强嘎盘 嘎谁 嘎那些阿呆的空单 因为明天是我们期货平仓日 期货平仓日啊 要注意啊 6月15号礼拜啊 涨了157点 明天结算 我今天只告诉你 小心应对 每一个月就是有这么一天 你看不懂盘德呢 我奉劝你明天最好做毕上官 你不要自己冲进去送死 冲进去送死 这谁都救不了你 这是讲实话给你听的嘛 对不对 好端端的你不玩 非要进去跟他搅货 你不是高手 你就退到旁边观望一下 所以明天的盘呢 我先告诉你 是多空双杀盘 怎么杀 我在索码里面会讲 怎么拉 我也在索码里面会讲 这个地方暂时保密 那你看一下 今天我发的讯息啊 这是6月11号 6月11号 发的讯息 看清楚啊 各位会员 手中落海有3679 新自身多担者 落海有 落海有 6月18号 除息十元 今天6月15日 可参与除息 若是不想参加除息的人 可在145元以上自行出托 本通讯息是特别交代一下 你看一下3679 你看看 哎呀好听话 收盘145.5 145.5 你们为了要结税的 或者说不要参加除息的人 今天都可以下车了 今天通通可以下车了 你要参加除息的人都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的成本是太低了 都在100块以下 太低了 所以今天我特别交代一下 再来呢 我公开个讯息给各位看 也就告诉你们 我们手上就是有国具 9点57分发达 9点57分 看清楚啊 恭贺各位 2327国具 创一个半月新高 还会涨 持股安心续报即可 看到没有 2327国具 我给你看看2327国具 我给你看一下 你看看是不是创了一个半月来的新高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哎 对了嘛 后面一句话特别告诉你 还会涨 你不要担心 不要急着卖 不要认为说 老师我赚的很多了我先跑 不用不用 不要小鼻子小眼睛 那么重点是 后面还有什么个股会涨 就在我十全十美赚标股的这份资料里面 这份资料咨询专线02-6630-321 那么这份资料 今天还是免费开放赠送各位一天 你赶快索取哦 你如果不索取的话 我可以讲 涨上去了 你到时候再来问我老师怎么办 那我也没办法 他涨上去 我怎么不能说 叫他 下来跌停 我要买 我没有办法做得到的 所以今天我都告诉各位 赶快来索取 明天的盘很精彩 是多空双砂盘 不知道怎么做的人 拜托你先退币三社 先在旁边观望一下 好今天帮你讲到这边 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66303 221 66303 221 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 证字第009号 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效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紧提供参考 投资人独立判断审慎评估 并赐付投资风险 华冠投顾104年金管 投顾薪资地009号